第八十四回 各位 上次看到太平天的北伐军 在河北年镇基本全军覆没 林奉祥汪一终地八个北伐将领被活捉 清军就准备将他们压解上北京 向皇帝献夫 这日他们行到仓州城南一条小山村 已经夜了就在那里过夜了 红酸嬌和江原拔就吊着尾 来到这条小山村的外面 他们两个落了马 将马牵到一条山坟底后边 红酸嬌就对江原拔说 他们就住在这条村里过夜 你现在进去探听一下吧 江原拔就在挂马安道的疲劳 拿了干粮出来递给他 你吃点东西先 等我去吧 江原拔说完 在地上撿起一坨泥漿 照在面上就刷了几下 即时就像个花面猫 红酸嬌很恶然地问 干什么呀你 笨乞与 不用那些清妖这么注意我 看不出你多有心计 快去快回 江原拔离开红酸嬌就一路走入村了 村里面的高星客店丸子里面人吵马叫 丸子里面已经很多清兵了 他们一人手到拿着一个大汤缝在吃饭 那八部囚车一拍停在马房边 负责压解囚犯的副刀统巴羊柯 交代冰桌就说了 你们吃完就随便给那些长毛吃点东西 今晚就住在这处 赶不到去仓州的了 咋 有人答应着 还有 晚上要看紧一点 因着有长毛来劫人 咋 长毛在江北都没了人 哪个会来劫囚车 不是的 小心洗得万年船 咋 这时江原八就冻着两枝烂砂木做拐杖 咋着咋着就走到高星客店的门口了 好心了 可怜下我这个乞儿仔 试试一些饭菜汁来啦 守门口的清兵就想赶他扯了 死乞儿啊 拔死街路 那里头吃饭有个清兵听闻 就走过来 沉了一堆米饭落地 喂 乞儿 不要说我们不施舍啊 收回地下的来吃啊 不要浪败了它啊 周围那些清兵见到就骑骑笑了 江原八就为了扮可怜 真是拿手在地上拨拨了一堆 连泥带水 就吞了饭落肚 那一来那些清兵就慢慢对他失去警惕呢 江原八就得穿遵尺 轧着 轧着就滚了进去远址 到处向清兵来乞吃了 吞一下吞一下就一路吞在囚车阻尽 他最先认出林凤翔 这见林凤翔胡桑很长 但是精神不倒 江源拔就特意大大声声说 可怜下我这个残废乞业 尽量施舍多一点行不行 由于声音熟 就引起林凤翔的注意 他眼睛一看 好快认出江源拔 江源拔向他打了个眼色 刚刚想暗示一些什么 压解囚犯的副刀统巴扬柯 在房里就走出来了 一见江源拔运迹在清兵之中 即时就生气的问 喂 是谁放过闭脚佬进来的 有人小声说 一个臭乞业而已 乞业都不行 攀他车 巴扬柯一脚就兜在江源拔那里 懒死鸡肉 你以为这里是善堂啊 江源拔特特拖延时间 一语相关地说 可怜一下啦 我乞不到回去 在外面等我那个大嫂就饿死的啦 一听他这么说 不止林凤翔啊 连汪一钟他们都省水啦 大嫂 那实是红酸嬌 他来救我们啦 但是林凤翔是一点都不乐观 红酸嬌即使是来了 也实是单枪匹马 他不可能打一支重兵来的 林凤翔太了解红酸嬌的品性啦 他会天不怕地不怕地来劫囚车 到时搞不好啊 连红酸嬌累死了啦 林凤翔就不如想起以前 跟红酸嬌讲过的笑话啦 他很希望红酸嬌一世好命 不用死 那到时我林凤翔呢 就年年有人掃墓拜祭啦 或者创天有眼 今晚是等红酸嬌有机会来为自己活祭的 那是幸福呢 还是悲剧呢 林凤翔想到心就沉沉沉 唉 没有红酸嬌来 他就跌了心水 想着怎么吃得壮烈 不让敌人看笑 现在又令他多了点心 多了一份牵挂啦 那边来了几个清兵 按照巴洋嬌的命令 拖江源拔出客店 江源拔就专单大大声声地叫啦 我还会再来过的 皇上都不打乞丐的啦 那无疑是给林凤翔他们一个暗示啦 那再说江源拔 被他的清兵的滴起 滴到他当街十字路口 就丢下他 清兵就转头走啦 江源拔爬起身 看看四周围没人啦 中身跳起 呜呜一声飞的就跑去村外边啦 洪酸嬌在山坟地里等着他回来 看着颈都长啦 当听江源拔 说完情况之后 洪酸嬌又头壳尺啦 唉 机会就得今晚 明天一入仓州 以后站站多个大地方 就没机会落手啦 江源拔就拗拗头壳滑啦 死就死啦 照做他世界 唉 郑湖后他们都认出我啦 常常等我们去解救的嘛 好牙烟的 就等我们两个人 一挫手 不止救他们不出 反而害到他们死得更快 救到一个就一个啦 那都好过 被他们去到北京那里 等着凌池杀头好的 那到底有几多个清兵压解他们呢 连上那个头头呢 我大约计过好像六十一个 我们两个人 对付六十一个 唉 真是蚊比和牛比啦 唉 不如这样啦 我们一人间 一个去放火 一个去劫忍 洪酸嬌在山坟地道 就来回量了几次 放火都是行不通的 靠我们两个 只能够阴阴阸��在 Picture 哎呀 怎么说怎么好啦 我一如听你 是啦 一路夜 高星客店店里头就一路安静 看押太平军的清兵有四个 丸子外边还有一个光Orange 天头冷呀 他们在丸子里头透了一堆火 四个清兵湄坐成一圈 透过闪耀的火舌 看一件马房旁边的囚车 那几个人都闭上眼 一个养神 就得林凤祥警角的睁大眼 四处巡视 高星客店的围墙外边 洪酸桥和光源筆 从相反方向 很敏捷地顺着长脚来走 走到门口光哨二十零步远 洪酸桥执起了一块石头 向着相反的方向 一扔扔出去 石头的滚动声 引起哨兵的警角 他走过发出声音的地方 看看 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在轮转身 走回转后的时候 光源筆从树后边一闪伸出来 右手臂一咕咕着那条颈 用来一夹 那个哨兵 整个软软软的 一都没有一声就断了气 被光源筆拖上一堆柴草边 拿几种墨草盖住 又定定脚翻翻转头 爬到门口那样 看到红酸桥就及到丸子里面 那四个背火锤炼的清兵 现在就猛地打哭露 有个说 有没有黑迷啊 另一个就说 没有啊 昨天干了糖了 有鬼吗 那这几个人鸦片烟引起 在那猛地打哭露流鼻涕 红酸桥一看 咦 有机可乘 就哄在光源筆耳朵边 滋滋滋滋滋如是者搬一番 光源筆就丫头 一把大刀拿完手先 跟着 红酸桥就咄声咄气地说 你就想啦 善都不善下 就想过烟引啊 哪有这么大只甲蜡随街跳的先 这些少青是惊动了 小个背火的清兵 他们正是烟引难顶的时候 听到门口里有浪荡女人卖烟膏 琴琴就跑开门口呢 红酸桥和光源筆在门口 就一边一个瀑埋 没多久 那四只烟鬼呢 琴琴就跑出来了 红酸桥就静静身脚 勾 劈劈 第一个清兵就整只狗食屎 就摸下了 后面那三个都收脚不住 扒拉拉拉被击低了 树时刺那时快 红酸桥光源筆也扑上去 手起刀落 卡卡卡卡 斩到那四只烟鬼就脱头脱骨 霸霸霸霸地翻回旧史那树了 红酸桥和光源筆立刻闪身入屋 直斑马房 红酸桥第一个见到林峰唱 他不顾得讲话了 急忙拿到会叫开那个囚车 叫车的时候就惊醒了另外七个人 光源拔拿手指在嘴唇上嘶声 示意不要出声 那几个人就大为惊喜了 全部认出来救他们的是谁 很快去 那些囚车被叫开了 光源拔就跟着在马房里面 牵了十匹无马鞍 光身的马出来 林凤丑他们个个几乎有伤 除了汪一忠以外 没有一个人会自己爬上马 有几只马就不熟悉了 四堤不安静地猛地刨在地上 只然有一间房子灯就亮了 外面干什么呀 鬼杀这么吵的 红酸嬌拿手搓撞一下光源拔 光源拔就醒睡了 没有 没有什么事 我们烟人起而已 那房子的头又没有动静了 红酸嬌光源拔就趴手趴脚 扶了八个人上马 有些就根本坐不稳了 迫着拿绳绑在马背上 林凤丑是伤得最紧要的 自己无法自己坐在马背上的 红酸脚一腾身跨了上去 握着他两只脚一夹马肚 说了声 一直向南跑 在吴桥南边那座石灰窑到集中 跟着一马当先就冲出去 一匹 两匹 九匹马吁声冲出客点 光源拔在最后 马提声终于惊动了清兵 没多久 高声客点就乱了大龙了 一会儿清兵就举着火把 从后面追上来 出了村的路就烂溶溶 很难走 红酸脚打马唐斌 只听见耳边呼呼声风响 跑一下跑一下 听见后面人叫马西 凌转头一看 清兵已经越追越近 由于放乱 得救的太平均将领 已经放不择路了 有些就跟着田基跑 有些就跟着河岸跑 林凤祥来转头 见到追兵越追越贴 他对红酸脚就说 扔下我了 你快点走 你自己走得了 收声 红酸脚纳得他更加实 跑得更加快 跑啊 跑啊 前面有一条河 河水蒙蒙的星光下 急流奔躺 红酸脚赶马跑向木桥 当他就快上桥的时候 急忙拉着马 那只马树起前提 好像人一样站起 咦 为什么 糟了 眼前原来是一座断桥 中间断开有两丈阔 桥底下又深又急的河水 嘖声流过 追兵近在止尺 有些叫了 他们走不掉的 前面是一座断桥来的 快点再 在这一发千军的关头 红酸脚没了退路 他看一只马退后几步先 现在有两只脚差一撞马头 咕 合上双眼 中马而起 咦 自然他骑过那只马四提腾空 一声长西 腾空飞越过去 跟着 好运地落在断桥的另一边 哎呀 过了河真的四个翻山 红酸脚怕那条马颈 马哥马 保马 多谢你 多谢你 激过激过 他调转马头 望过对面 后面那帮追兵呢 全部拿着马就站在桥头上 眼睛睛地看着这边 没有一个人敢飞越断桥 红酸脚又没你那么好气了 转转马头 下了桥就继续向南猛跑 跑呀 跑呀 抗野中就出现一个石蝶碑林 那什么叫石蝶呢 就是有圆顶的石碑了 高高低低的碑林 就像石林出世那样 出现在地平线上 这时候已经是神光稀微了 红酸叫到林凤祥就说 就快天亮了 再走我们好抢眼 我们不如先进去避一下 林凤祥就转头望一下 他们几个呢 跑山了 一个都跟不上 不过不要紧了 临走的时候我交代过他们 到吴桥南边 那座石蝶碑里集合 那个石蝶碑很大的 很容易找的 林凤祥就担忧地说 唉 他们个个伤成这样 就算是跑了出来 没有人掩护 都很容易被捉回去 那也是的 看看各人的彩数 过了碑林 还有十里路左右 就到石灰瑶了 碑林这树 的确是个很隐蔽的地方 那些石碑高高低低 物质质 好像石林那样 那些石碑里 作着各种诗词字体 有些碑石 是坐在石龟背脊 有些是树在碑艇里面 洪酸基的将马 在一个碑艇的柱里面 扶了林凤祥 落马先 等他半摊半楚 捉着石碑 这里不轻易有人来的了 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养一下精神 等我找些东西回来填土 上面找些草莓一下马才行 这只马今天真神奇 他是大功臣来的 林凤祥就说 好,你去吧 忍住点 洪酸基的执气里下的衣服 走开了 喏 同时这一日 在遥远的太平天国京都天津城 有一对特别的新人成亲 他们就是东王的弟弟杨富青 和北王的妹妹韦玉娟 现在东王亲自为杨富青和韦玉娟洗礼 只要他在阳云嬌捧着金盘上 拿手指染了一下 在新人的头壳顶 淡了几滴水 大厅里头就适时响起 天父万岁 这样的欢呼声 北王韦昌辉坐在显玉的位置上 笑到嘴都合不上 王玉坤都来了 他和陈成荣站在一边 只见陈成荣的小小声声 喂,你说北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王玉坤一小小 嘿嘿,又怎样呢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边就容易得把你碎尸万段 一边又捨得把妹妹嫁给你 托你的大脚和你收好 喂,你说他会不会出卖其他人 不会的 那也好 那你就不会再疑心他 楊芙青的新房就在东王府的后边 东房里头插住十几枝红烛 已经笑剩一半了 韦玉坤照够红烛头坐在床口 火门推开 新郎阳芙青进来 站在韦玉坤的面前问 嘿嘿嘿 为什么还要生红烛头呢 韦玉坤不出声 听人家说 新郎阶盖头 欲紧兼的震腾腾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韦玉坤照够不答嘴 杨芙青自问自答 这么说 男女婚嫁 都是父母致命梅雀之言 根本未曾见过面 揭盖头的时候 坐在床上的女人 会跟你过一世 可能是个天仙 又可能是个豆皮 歪嘴兼哨牙的 嘿嘿 你说不怕就假了 韦玉坤忍不住 嘻声笑 只照舊有盖头盖着面 杨芙青也不猴急 我就继续说了 我就定过台游了 事实我老婆 是天国小有的大美人 凡是不用忧歪嘴兼哨牙的 就怕身上有特拉 不过都不要紧了 人家看不见的 韦玉坤又好气又好笑 这个新鲜又特拉 啊 哈 你口水多一个茶 那样 到底揭不揭的 嘻嘻嘻 你不就自己揭咯 別这么多事 老人家说过 自己揭盖头 一生依陆苦中求 不吉利的 这样啊 那好吧 让我揭吧 杨芙青就红过去 揭开盖头的一只角 才不揭光 他看着铺满红光的那种美丽的面容 索亮一下鼻歌 嗯 好香啊 接着就红自己的面上去 韦玉娟就说了一声 这个人很怨气的 韦玉娟说完向旁边一缩 哎 那块红丑盖头就跌了在地上 杨芙青就立刻说 咦 还是你自己揭盖头的 韦玉娟就炸得生气他 这样射了一眼 这都是你啦 但是有什么冬瓜豆腐呢 都是怨你的而已 咦 俗语又说 好的不靓 丑的靓 这对夫妻以后真的好多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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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ம 我不可以